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跟大家看的是英华输苑对阵龄第二中学的中学校制手球比赛 由于英华输苑上将赢了蓝拔 只要这场赢在赢上上 就可以提早凤凰成为今年的冠军 不過對手凌波第二中學今年的表現都不俗 全場上下希望可以阻擋櫻華今場奪冠的美夢 櫻華雖然今天都不是一帆風順 首先A級就好驚險地以13比16緊勝3分 而面對凌波二中的B級球員 櫻華表現反而起出望外 全場以大比數領先對手 其中隊伍主力沈國昆連番得手 而一班隊員就將上場對男拔的經驗活學活用 多次將對手防線打散 如果不是對方龍門有高水準發揮 以及英華球員在後段集中力下降 相信比數有可能拉得更加開 全場緊迫的英華連連得分 看來勝利在望 而中場休息的時候 一班教練也非常緊張 把握時間提醒學生 拿球你就戴著這個分口就可以了 轉球你不知道他想交出去 還是想走大圍走 路過變化 1、2、3、2、4 不過在休息之後 凌波二中明顯狀態回勇 連番功名得手 將拋離了的比數拉近 但是由於英華的領先優勢 一早已經確立了 所以最終他們以18比11大勝對方 無阻他們成為今年的冠軍 在這麼開心的時刻 不如我們聽聽球員和教練 對今年的表現有什麼看法和展望 有什麼看法呢 起手就進了幾球 上了手就拉開了一些分 尤其是Keyball和右腹那邊 亦都配合得很好 所以一開始那個勢 就已經是拉開8比2 這樣一邊開下去 直著那個勢就贏了 打球都很用腦 其實不需要太多的身體捧助 你都可以進入球 上次有拔萃那場做一個練兵 我想今場的發揮 其實比上一次更加好 球員比較身形 比較吃底 一路擔心的 身體對抗的時間 是比較下風 射手 沈河坤 發揮很好 在2020年1月 1月2月開始打聖英賽 我想都會升部分的球員 上甲組打聖英賽 我們的目標 不是希望他們 就是學家學習冠軍那麼簡單 希望他們是可以 將來可以代表到香港 去繼續在手球運動裡面 可以做一個推動